吉记对阵吉亚的第二局下半场马格艾维 怎么说呢这个阵容其实艾维倒是能打 但是因为我刚给大家讲了嘛 就是吉记这边马格的艾维呢 首先打的我数据库不多 但是吉亚这边他们队里面有一个这么强的艾维 我相信他们在应对艾维的这个各方面什么 哎喷下来了 哇这边一个眼疾手快 这个喷射背包交的也是够极限的 这刀都已经挥在脸上面了吧 再垂回头 找阿策阿策这边交球拉走蓄力刀一刀台 还行嘛反正作为艾维来讲呢 也确实前期如果能拿一刀呢 后面跟闪现带走是很香的 但他如果说这里能有前期的一个消耗 比如说这边对吧火灾到调查员的球消耗完 飞加的那个喷射背包消耗完 因为这套阵容是可消耗的嘛 打到中后期马哥是可以有机会啊能打回来的 这套阵容他可消耗 然后打到中后期以后全员白板再加上什么呢 哎呦飞轮破了 再加上这把求生者三个人不带大心脏 虽然说我可能觉得马哥会比较难打 但是从阵容包括天赋来看呢 马哥如果中后期打的好 是完全有机会能打回来的 因为前期他的一个机导节奏不算快嘛 这边的话两刀啊 这边刚刚是一组本相喷到了 然后一个恐惧完成机导 但是密码机总量已经快要到三台了 用兵过来救拨人 火灾调查员倒是不太具备二六能力了 这边过来先封密码机再说 飞行家这边的机子压住 傭兵的机子要修完再过来救吗 傭兵的机子修完 那这边要不喷一口 再到椅子边附身 双倒好像打不了 确实无心这波摊机子也没什么问题 一个小小艾围的吧 就在旁边这个位置你拦不住我 正常吃一刀救下来 外面有一个囚徒在 飞行家的话待会如果要救人 飞行家再来救一波 这边的话一组本相喷重 腐蚀拉满再次带走 一切的一切都趋向于一个三人开门战 就现在这个局面的话 求生者在火灾调查员被挂飞 以后密码机应该差的不会特别多了 因为马哥这把其实在中间控场的过程当中 控的比较少 而控的比较少或者说没控到太多东西 所以说求生者这边的密码机很快 再加上是一个囚徒连线修的 那这局应该是要三人开门战了 这边坐在这里冲四人开门战 某种感觉家这边有有想法呀 让无心来救人的 吃双岛 这边救起来马哥一刀打中的是佣兵 那这样的话火灾调查员走 这火灾调查员手里面还有个飞轮 马哥刚才想打针队赶紧挂飞以后再往后打的 这里的话传过去 这里飞轮一顶没顶掉这波 这波老虎好像抓不到了 机子要亮了 他现在手里面没什么东西来完成这波击倒呀 密码机好了 喷也没喷到 等你下车一刀打 现在的话马哥 伊斯人本体全部不在门边 求生者这里的话 卡兹哥已经点到了六十的门 人先击倒 赶过去有点来不及 不能要三跑吧 还是那一刀 那一刀针对刀没有打在佣兵身上面 马哥这把甚至是三抓四抓 因为他淘汰掉一个以后 他再去控场再消耗 其实虽然说机子剩的不多 但他能耗能打 再加上外面不带大心脏的人多